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是Windows11所新增的语音输入 我们平常在行动装置上已经都很习惯用语音输入 现在这样的习惯也可以把它拿到PC以及笔电上来使用 而且它也支援标点符号 您可以透过自动的方式加入 也可以透过语音的方式来加入 所以肯定的是未来学习输入法的人将会越来越少 如果你已经升级到Windows11 您可以使用这样的快速键来启用语音输入 按下之后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输入工具列跑出来 如果您想要启用自动输入标点符号的话 您可以按下这边的齿轮 把自动标点符号的功能打开 这样子它就可以依据您讲话时候的断句 自动帮您加入标点符号 不过有时候它的正确度很高 但是有时候却不怎么灵光 所以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手动的调整 现在呢我们就马上来实测看看 按下这个快速键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使用Windows11 语音输入的方式 您会发现 它在口语化的表现上 其实效果相当的不错 正确率真的蛮高的 目前我还没有打开自动标点符号的功能 那现在呢我们先把它停止 我们来试看看打开自动标点符号 现在呢我们是有开启自动标点符号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在明显的断句部分 它就会自动帮您加上标点符号 一般而言 应该效果还可以 只是呢 像我们在这边你就会发现 可能有些标点符号下的不是很正确 如果你想要改善这样的情况 我们也可以先关闭这样的功能 改用手动输入的 现在我就把自动标点符号先把它关闭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试看看哦 我们透过 语音的方式 一样可以来个别新增 我们所需要的标点符号和特殊的字元 在这边呢 我们一般常用的 逗号 分号 句号 冒号 警探号 问号 这些通通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马上来实测一下吧 现在我们搭配 手动的输入 逗号 一起来测试看看 逗号 Windows 11里面的 语音输入 是否能正确的 便是我们想要的标点符号 训统号 所以这样子的使用上 应该就会让大家 有点印象 好像是iPhone里面的 语音输入一样 那么除了 这样的功能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 其实 这个语音输入 它也支援 局部的 文件辅助编辑 例如说我们想要换行 现在不用按Hunter 直接 换行 就可以 或者你把 选取的部分 范围删除 也可以直接 用这个关键字 删除这个 或是插入定位点 这样子 它都支援 现在呢 我们就来实测一下 换行 删除 删除这个 Tap 像这样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加入定位符号 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语音输入法 也支援多国语言 所以说你只要按下Windows的按键加上空白键 切换到你所安装的输入法 那么它就可以输入该国的语言 所以真的很方便喔 而且呢你也可以把它应用在 能够 输入的位置 例如我们在应用程式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 您的LINE里面 或者是 您的影像处理软体里面 只要是能够输入文字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语音输入的工具